3月30号 大S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表示 现在大家都说我瘦得像当年的山菜 其实根本没有 于众经常觉得当女人实在比男人辛苦太多 并自暴在生第二胎时差点死在手术台上 他说在医院被急救起来 但因为身体状况 医生都不敢替他打指痛针 所以每日都是痛到流泪 在聊到孩子的教养方法时 大S表示自己不是虎妈 除非有危险 否则不会阻止小孩想要做的事情 但如果小孩长大之后想进演艺圈 他表示绝对不行 不会说破嘴皮 向他们揭露这个行业有多么的残酷与现实 他们不知道作为公众人物会失去很多自由 我还会让他知道 万一当艺人你不红 大家又知道你的妈妈是大S的时候 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 毛哥拉新闻 大S好伟大呀 你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山菜 为大S打抠药报道